大家好,最近天氣很乾燥,皮膚又乾了 所以就吃花膠燉鮮奶就最適合了 滋陰養眼 材料很簡單,就是這五樣東西 就是有蓮子、乾白盒、鮮奶、花膠和冰糖 花膠要提前一兩天浸定 如果想知道怎樣浸花膠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這一段片 裡面有很詳細的講解 蓮子我用白蓮子 我們要用水洗一洗蓮子 然後再用水浸 至少要浸一個小時 讓它浸遠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撕開 看看裡面有沒有芯 如果有芯的話就要去芯 不然就會苦了 如果看到有些品質差的話就不要了 這裡就是浸好的蓮子 已經去芯了 這裡還有些乾白盒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用新鮮的白盒 不過用新鮮的白盒 乾白盒就不可以太早下 不然就會溶掉 乾白盒 我們就用水洗一洗 然後 用水浸 10分鐘左右 用水洗一洗 準備一個燉盒 我這個燉盒是小的 1-2人份 我們就放些花膠 蓮子 江白盒 和冰糖 最後加上鮮奶 蓋上鮮奶 蓋上鮮奶 蓋上一蓋 就可以拿去燉 可以 Legεια 用壓力鍋olt 因為壓力鍋 不夠高 不能放蒸件事情 所以我要iant. 可拿著 Avoid 放雜麵鍋 在底下 放水 放火鍋 剛好能關卡 英雕 一開始我們就用大火去煮 燉到第二條壓力線出現之後 我們就小火燉多15分鐘 這樣就可以關火 等它降壓了就可以開蓋了 老實和大家說 其實我在外面都不太敢吃花膠等鮮奶 一來就貴 二來我怕有腥味 但是自從我用了上集的方法 處理完花膠之後 等這個鮮奶是完全一點腥味都沒有 一打開是非常香 那種奶香味是非常吸引 一吃下去 我覺得非常滋潤 一點腥味都沒有 自從法國原來自己處理過的花膠 用來燉鮮奶 是一點都不腥味 而且是非常好吃 非常滋潤之後 我就決定要多些做花膠燉鮮奶 今次我就再加了幾指 有一個明目的功效 燉完出來 它的色澤有少少不同 和就這樣 花膠燉鮮奶沒有加幾指 這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有些像奶茶色 但是味道一樣 都非常好吃 強烈建議各位女士 一定要嘗試做花膠燉鮮奶 給自己吃 對自己好一點 滋潤一下自己的皮膚 另外 都建議各位男士 如果想哄老婆 或者女朋友開心的話 不妨可以嘗試 燉花膠燉鮮奶 我想她看到一定會很開心 也不要緊 也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